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林青霞的穷妖剧时代 搭配她的男主也基本就是这两位 如今林青霞虽然已经67岁 但她精神面貌看着一点都不像 一双眼睛依旧有神 二 珍珍 珍珍小家碧玉中又不失温婉大气 一双眼睛又明又亮 笑起来没有一丝邪气 让人看着非常舒服 从1973年到1975年 珍珍一共出演了四部穷妖剧 然而就在她大火的时候 珍珍与合作海鸥飞出的配角 谢贤走到了一起 同年她们就结婚领证 紧接着第二年 她们又二搭一连幽梦 但可惜的是 初代穷女郎的第一段婚姻也没有善终 二人在1976年就离婚了 或许在这段感情中 珍珍受到了情伤 离婚两年后 她就转身嫁给了刘家昌 此后基本就处于吸引状态 不少人都感慨 她退得太早了 不然也是一代传奇 不过尽管她放弃视野来照顾家庭 二人还是离婚了 考虑到儿子的心情 他们对这件事隐瞒了20多年 直到2015年才宣布出来 在此期间 她先是被确诊胃癌 后又被诊断出皮肤癌 好在最后 都有惊无险地平安度过 如今珍珍已经73岁 虽然身材已经发福 但还是能依稀看到 她年轻时绝美的容颜 三 刘雪华 如果说以上两人 是穷瑶最喜欢的电影《穷雨郎》 那刘雪华就是 穷瑶电视剧里的第一人 虽然刘雪华在1978年 就已经出道 但直到1985年 出演穷瑶的《几度夕阳红》 她才算找到适合自己的戏路 年轻时 刘雪华有着像洋娃娃般的眼睛 当她看着你时 就算不说话 也能感受到似有千言万语 任人不自觉地 就被她吸引 在《穷瑶剧》中 她把这些优势 发挥到了极致 刘雪华搭配着双马尾辫子 和有年代感的衣服 让她一出场 就有一种苦相 不过比美貌还让人惊叹的 当属刘雪华的哭戏 每次要哭的时候 她的眼睛就波光灵灵 眼泪掉下来的时候 像一颗颗珍珠一样 在《穷瑶时期》的刘雪华 堪称事业的巅峰 不仅连续出演八部穷瑶剧 就连与其搭档的男演员 也从秦翰换成了林瑞阳 再换成了马景涛 真可谓是铁打的刘雪华 流水的男主角 而在脱离穷瑶剧后 她就如剧中女主角的人生般 非常的坎坷 先是被已婚的 刘凯德骗着当了小三 还有了孩子 后又在孕期 被她抛弃 1999年 深受打击的刘雪华 好不容易敞开心扉 嫁给了邓玉坤 然而幸福的日子 只持续了12年 2011年 邓玉坤去世 如今62岁的刘雪华 依旧截然一身 4.陈德荣 陈德荣应该是 穷瑶最重视的一个穷女郎 当年年仅15岁的她 就已经让穷瑶惊为天人 有人说那时的陈德荣 就像个水蜜桃似的 但由于她年龄还小 穷瑶便没有着急 邀请她演戏 而是签下了18岁后的 第一部戏 就这样 在穷瑶惦记的三年后 陈德荣就担任了 美化闹钟的女主角 不出所料 陈德荣在剧中一亮相 就让人惊叹 美得不识人间烟火 眼中喊泪的样子 也是我见游莲 而在《一连幽梦》中 陈德荣饰演的紫灵 又让人有种高级的经验感 不得不说 她在穷瑶剧中的每个造型 都让人眼前一亮 但可惜的是 自从没有了穷瑶阿姨的加持 陈德荣虽然依然很美 但总是觉得不如以前 如今她已经47岁 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也没有孩子 如今从她的照片上可以看出 整个人的状态依然很好 薄眼的也看不出来 是个快要笨舞的人 5.肖强 在《一连幽梦》中 饰演绿瓶的肖强 也是人间角色 与陈德荣的脸型不同 肖强属于鹅蛋脸 再配上一头长卷发 让她在举手投足间 都透出风情万种 那时她还是台湾票选出来的第一美女 可见她的高颜值 俘获了不少人的心 不过在剧中 比她颜值更惊艳的是演技 尤其是后期 绿瓶黑化后 那种情绪上的不稳定 时而正常 时而凶狠 让人看着 被她心疼 有人说她在这部剧的演技 已经达到可以拿奖的程度 之后肖强最出圈的应该是 《小李飞刀》中的林诗音 剧中头顶一把扇子的造型 搭配飘逸的发须 也是美得清新脱俗 楚楚动人 每个人都希望能够留住青春 肖强也不例外 为此她也花费不少心思 但最后的结果 却是得不偿失 不仅没有变得更漂亮 脸还垮了 整个人看上去非常怪异 六 俞小凡 俞小凡与林青霞一样 都是靠着琼瑶去出道 当年她在第一部戏《婉军》中饰演的 成年婉军 温柔田径 一平一笑间 都是娇羞 让俞小凡在剧播出后 以炮而红 有人甚至称 她为第一代孕女掌门人 而俞小凡在担任 放肤衙的女主后 就与琼瑶没有过合作了 与其他琼瑶女主相比 俞小凡的感情经历很平淡 但婚姻状况 却不甚理想 她与丈夫翁家明 相恋欲望夫衙 但两个人拍拖十年才结婚 婚后他们虽有一子一女 可丈夫却两次出轨 2016年左右 俞小凡还被诈骗近千万 不过好在最后 已全部追回 七 吕秀玲 在林青霞向香港发展时 吕秀玲就成了穷妖电影的 第三代御用女主角 与林青霞相比 吕秀玲更添一份柔弱 但同时又偷出任性 不过被试为林青霞接班人的她 在穷妖电影公司倒闭后 就追随师姐到香港发展 为了摆脱穷妖的标签 寻求突破 她甚至在影片中 大尺度裸露 但可惜的是 无论怎么努力 影片的效果都平平无奇 吕秀玲的时代 才刚开始就落寞下来了 不过职场失忆 情场得意 1994年 吕秀玲宣布西影 并在两年后 嫁给了华纳影业 欧洲区总裁谢艾文 如今他们结婚 已经走过28年 虽然一直无子 但生活还是很幸福的 从他的照片上看 脸上的肉有些松弛 但不影响整个人的气质 有种岁月不败美人的感觉 8.月灵 月灵是第三代 穷妖女郎的代表人物之一 她20岁在香港出道 第一部电影合作了刘德华 之后两年反响平平 她便放弃电影 开始拍摄电视剧 1992年凭借穷妖剧 《青青河鞭草》 斩楼头角 后来又出演 《梅花三弄之鬼丈夫》 新月格格 作为了《苦情女主宝座》 但她的演艺生涯不长 38岁就吸引了 她算不上顶级美人 但是气质独特 给人一种温婉舒服的感觉 她是归宿最好的穷妖女郎之一 情势比较简单 早年与谢祖武 谈过一段恋爱 三年后分道扬镳 至此她发誓 不再找娱乐圈里的男朋友 有意思的是 两人分手7年后 又合作了《哑巴新娘》 这部剧让两人的事业 再登高峰 2006年 月灵承认新恋情 并宣布退出娱乐圈 去了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国家 过新的生活 早前有人曝光了一组 偶遇她的照片 被施粉黛 状态还不错 龟亚蕾 1944年 龟亚蕾出生于湖南长沙 5岁时 她便跟随家人 移居台湾 1964年 龟亚蕾毕业于台湾艺术专科学校 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恰好当时 烟雨萌萌剧组 正在选角 龟亚蕾的父母便悄悄帮她报了名 在父母的推动下 龟亚蕾成为了第一代 穷妖女郎 1965年 这部作品一上映 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龟亚蕾也凭借精彩的表现 获得了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奖 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金马影后 至于她的感情方面 也非常稳定 跟自己的丈夫 张梦奎结婚52年 恩爱有加 也算是娱乐圈内的一段佳话了 10 吴英梦 吴英梦1953年 出生于台湾 她是一位知名的美女 才女 曾被誉为 70年代台湾第一美女 1974年 吴英梦主演了穷傲剧《云深不知处》 从而展开了长达15年的演艺生涯 在此期间 她出演过《梅花》 《海滩的一天》等作品 还曾凭借人在天涯获得 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 所谓才子配佳人 台湾著名作家李敖 就曾俘获过《胡英梦》的芳心 1980年 两人携手 走进婚姻的殿堂 可惜这段感情仅仅维持了三个月 便戛然而止 在那之后 吴英梦的感情便停止不前 再也没有任何进展 这些年来 她一直都是孤身一人 35岁时 吴英梦便选择早早退圈 专心自己的写作和翻译事业 台出版了不少散文和翻译著作 成功从演员转型成了一位作家 却是无愧于《才女之名》了 11.刘兰西 近日 曾被穷姚一眼相中的女星 刘兰西突传去世 享年61岁 刘兰西的包妹向媒体证实了这个消息 被痛之情 油然而生 她表示刘兰西 在美国旧金山至藏四元祭 去世时面容安详 空中还出现了彩虹 之所以用原记这个词 还与刘兰西的经历有关 当红时 刘兰西与年长10岁的医生相识相恋 婚后便跟随南方一起前往美国进修 由于事业发展不顺 和重重原因 刘兰西选择吸引后 剃度出家 在美国学佛 法号道容 包妹还向媒体透露了几张 刘兰西生前的照片 从画面来看 她身穿佛衣 一头长发早已没有 面对镜头时 她摆弄着寺庙中的花草 整个人豁达安逸 红光满面 状态非常好 琼瑶女郎选择 剃度出家的消息 曾经引起了网友诸多争议 大家纷纷对她放弃 光鲜亮丽的明星身份的行为 表示不理解 但现在回看刘兰西生前的照片 她总是常态笑容 让人倍感温暖 刘兰西去世的消息传出后 不少当年的影迷现身悼念 并感慨她绚烂的一生 17岁时 刘兰西发布专辑唱片正式出道 她外形清纯甜美 多才多艺 一出道便受到了大家的追捧 契约不断 她曾出演过影视剧 金玉园 和尚的月光等 在次演出时 刘兰西凭借初衷的外貌 和灵动的声音 引起了琼瑶的注意 随后她正是签约琼瑶的电影公司 参演了 去散两一一 去上心头等多部琼瑶电影 收获了一众影迷 其实一辈子也就那么长 是想轰轰烈烈的过一辈子 还是平淡闲逝的过一辈子 那都是个人的选择罢了 如今随着琼瑶封闭 琼瑶剧也宣告结束 留给观众的只剩下 记忆中的那些 美得不似人间物的美人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点击订阅 收看更多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